大家好,欢迎回来Grace时尚生活这个频道 天气越来越好了 大家可能都想利用这个美好的季节 多去户外走一走 享受大自然,享受户外时光的美妙 那在今天的影片分享中 我会跟大家围绕着户外休闲,户外运动的穿搭 来分解分享五个常见的穿戴误区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分享 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在户外休闲,户外运动时 不仅可以穿得舒适,穿着清凉 还可以让你看着显高显瘦 看起来十分的时尚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 那今天的影片也是有抽奖活动的 我特意跟品牌为大家申请了四份奖品 那抽奖的细节会在稍后公布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款的穿戴误区 那说起夏日户外运动休闲 很多女生首选的呢,就会想到短裤啊 或者七分裤 那觉得穿起来呢,既清凉又方便 那可是如果你的腰身比较长 腿的比例呢,不是很长 又或者你的腿呢,比较粗 那短裤和七分裤呢,并不十分适合你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两组对比图 左边的短裤和上衣将身体分成了三等份 如果你的小腿齐长,这样穿呢,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你的腿不长 腿呢,又被短裤分成了两半 在视觉上会觉得腿更短了 那右边的高腰阔腿裤 不仅会让人觉得腰部以下全是腿的视觉效果 而且呢,又可以很好的修饰 不是很完美的腿型 那比如说你的腿有点粗啊 或者腿不是很直 都会被这一个高腰阔腿裤呢 完全的遮盖起来 你们可能会说夏天的时候穿长裤 会不会很闷热呢 那这一条休闲长裤呢 它来自户外运动品牌娇夏 它采用的是动态深海凉感技术 那裤子一穿上身呢 就有一种冰凉舒适的感觉 那这条裤子的面料呢 具有UPF50加的防晒功能 它可以阻挡99.9%的紫外线 而且它的防晒功能呢 在多次清洗后呢 还可以保持的很好 那这条裤子呢 它不仅有防晒清凉的功能 它在细节的设计上和版型的设计上呢 也给足了心思 那大家看一下它的材料呢 十分的轻薄 但看上去呢 并不是粘在身上 或者呢 并不会软塌塌的 而是特别的力挺 可以很好的修饰和掩饰你的腿型 那第二呢 就是它侧面呢 还有两个很贴心的口袋 那这口袋上面呢 还有很细巧的拉链 那让你小东西装进去呢 不会掉出来 那第三呢 那就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接线的设计在臀部 那可以让你的臀部呢 看上去线条呢 更加的力挺 看上去呢 更加的健美 那除了这一款宽松的防晒的有两感技术的休闲裤呢 如果你想试一下不同的款式呢 那这款同样具有防晒功能 并且有两感技术的威拉裤呢 会给你带来另一种不同的风情 这一款威拉裤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采用了3D的塑形技术 它可以让你的腹部 臀部 腿部 看起来呢 线条特别的紧致和修长 那在它的材料中呢 采用了高弹性的纤维 腰部还有一个11厘米宽的宽边设计 不仅适合不同的体型 对体型十分的包容 而且在你大幅度的运动时都不会感到任何的束缚 那这条裤子 它的外层呢 是哑光的 给人一种柔软如皮肤的感觉 那它的内层呢 又可以给你提供一种持久的清凉的感觉 那大家看一看 这两款防晒休闲裤 是不是比传统的短裤啊 传统的全棉的七分裤啊 看上去呢 更加的时尚 那穿上去呢 也更加的舒适和清凉呢 那这两条裤子呢 都来自胶下 产品的链接折扣码 我都会老规矩 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中 给有兴趣的朋友做一下参考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二个穿戴误区 我们来讲一讲 夏天必戴的防晒帽 说起防晒帽呢 大家可能会感觉到 帽颜越宽越好 越防晒 但是从穿搭的角度来说呢 穿搭好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全身的比例要协调 不仅上身下身的比例要协调 那其他部位的比例呢 也需要协调 那我头上的这顶宽颜的遮阳帽呢 它的遮阳效果呢 防晒效果呢十分好 但如果你是一位小个子的女生 比如说你的身高在一米五五以下 那这顶宽颜的防晒帽戴在你的头上呢 就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看上去呢比例不是很协调 又或者你像我一样 我的身高呢是一米六四 属于一个亚洲女生中的中等个子 但是由于我身上穿的是一个裤装 是一个比较垂顺的感觉 那戴了一顶超大的宽颜的帽子呢 比例呢看上去也不协调 那相反如果我把裙子穿上 特别是换了一件烹烹裙的话 那大家看一下 大帽颜加上大的烹烹裙 比例呢十分的协调 马上就好看了很多 那或者呢我把头上的宽颜帽 换成一个十厘米宽帽颜的防晒帽 那这样头部和身体的比例呢 尽管穿着裤装 看上去呢就协调了很多 那这两款渔肤帽 宽边的和窄边呢 同样来自胶下 同时具有UPF50的防晒功能 而且呢可以阻挡99%的 有害的紫外线 那胶下的这两款帽子 防晒帽呢都有下面几个共同的特点 两款帽子呢都可以两面戴 那我个人呢是喜欢把浅颜色的 就是这个奶油色的戴在里面 那我个人觉得它会衬着你的脸色呢 比较白一点 所以通常呢我是把深颜色的戴在外面 那你可以两面戴配不同的服装 那第二呢就是它有可拆卸的袋子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袋子呢 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那如果风比较大呀 或者你在海边走啊 你想戴上袋子呢也可以 那第三呢就是每一顶帽子 它都有一个巧妙的这个镂空设计 那比如说你的长头发可以梳起马尾辫 从这里呢把辫子呢就是拉出来 那或者呢像我是短头发 尽管你没有马尾 你穿上去戴上去以后呢 它这个镂空设计呢 会让它觉得更加的透气 那这个帽子系过来的时候呢 它是对折放在一个盒子里的 所以帽子的形状呢保持的很好 但由于它是对折 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小小的褶皱 那么我就用steamer呢 稍微把它轻轻的走了一遍 那帽子的形状呢就很好了 那说到帽子的搭配呢 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帽子的风格要和整体的着装呢 相配合 那比如说你在做户外运动的时候 或者去运动场所的时候呢 可能这一顶棒球帽呢 就比刚才的那一款水桶帽呢 更加的适合了 这一款黑胶的棒球帽呢 跟普通的棒球帽一样戴上去呢 很有动感 很有运动法 但是呢 它里面的黑胶设计 以及它的宽颜设计 让它比普通的棒球帽呢 更加的防晒 那同时呢 它这个前面这个帽颜呢 是比较柔软的 你可以稍微调整 那用来在太阳在不同的角度上 你可以进行不同的调整 来更好的帮你遮阳防晒 那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它的材质 它的材质呢 是采用了一种叫做 flow free的流感技术 用来编制的材质 所以戴上去以后 不会像普通的棒球帽一样 特别的闷热 那么它呢 就算你出汗了 也很容易干 那同时戴上去呢 感觉呢 特别清爽 那有一次我去看棒球晒 大概戴了差不多四五个小时 在外面 那不会感觉头部呢 很难受 那反而是遮阳凉爽的感觉 那这支影片的前两份奖品呢 就是两顶太阳帽了 那由品牌随机送出 只要你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点赞留言并订阅我的频道 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那中奖者的名单呢 我会抽取两位中奖者 中奖者的名单呢 会在一个星期后 5月24号 在这一支影片下面的留言置顶区 公布中奖的名单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体验一下 娇下太阳帽给你带来的清凉感 穿衣优雅有形的搭配原则之一呢 就是有张有持 那这个原理呢用在运动休闲衣的搭配上呢 也同样的成立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套穿搭 那由于裤子呢比较的宽松 比较的松身 所以我在上衣的选择上呢 就选择了一个比较紧身的外套 那么上紧下松就比整体全部宽松呢 看上去呢更加的利索 也更加的和谐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套穿搭 那由于裤子呢比较的紧身 所以在上衣的选择上呢 我就避免了选择紧身的外套 而是选择了一款宽松的外套 那同样呢就是为了营造有张有持的感觉 为了配这一套相对来说紧身的防晒衣运动衣呢 我特意定了一款松身宽松的胶下防晒衣 但是衣服呢还在路上 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呢还没有收到 所以呢我选用了另外的一款亚麻的衬衫来做搭配 那防晒服防晒裤跟其他品牌 其他款式的衣服搭配在一起呢 也很和谐的 那主要是颜色要搭 款式呢要稍微宽松一点就可以了 我在视频中所穿的这一款白色的休闲防晒运动服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人鱼线塑形科技打造的版型 那它对身材的提拉和包容雕塑的作用呢 完全可以跟我们北美的Lululemon来相提并论 这件衣服的材质呢同样也是具有UPF50加的防晒功能 而且呢可以阻挡98%的有害紫外线 那么由于它的材质呢 它是一个速干的效果 所以你在户外运动出汗的时候呢 它不会湿答答的贴在你的身上 而是很快的呢就会迅速的回干了 那这样的防晒衣呢 我在夏天的时候呢 在车里都会放一件 开车的时候呢穿上它 拉链拉上 那西晒的太阳呢 就再也不会直接晒到你的脸上了 连手呢都给遮住了 那夏天的时候呢 传统观念都认为100%全棉的背心呢 穿着最舒服最透气 但是其实在炎热的夏天 全棉的背心 无论是从亲肤性 透气性 速干性 这三方面来比较呢 都比不上由高科技材质打造的 有两感技术的背心 来得更舒服 那我今年呢 一共入手了三款不同版型的背心 那它们版型稍许不同 大家呢可以各取所需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们这个三款背心 都是自带胸垫 所以在夏天穿戴起来呢 特别的方便 炎热的夏天呢 你只要一件背心就够了 不用里面再带一个胸罩 那我呢 是胸围75A 穿胶下的M码呢 正正好好 那胶下这个自带胸垫的背心呢 有两大特点 第一呢 我发现它对胸部的 那我的胸呢 是属于小胸 所以呢 它的支撑呢 就很好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穿上后呢 让你的胸型呢 看着特别的完美 那第二呢 我这个已经洗过两次了 放在洗衣机里面洗的 放在网兜里 然后再放在洗衣机里 洗完以后呢 还是十分的平整 那这三款背心中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呢 是这一款的黑色 那因为我觉得 它的穿着的场所呢 更多 既可以做内搭呢 脱下来呢 由于它是一个背心的 宽肩带的设计 也可以呢 在外面穿 那么这一款呢 就是无痕内衣了 如果你做内搭 需要无痕的话呢 那这一款白色呢 就最合适了 那我身上的这一款 罗纹设计的鸵色内衣呢 就比较适合 胸部比较小的女生 可以让你的胸部呢 看上去呢 更加的丰满 那总之呢 三款内衣 三款背心 它最大的特点呢 都是采用了 胶下的一个强项 就是它的凉感技术 所以穿上去以后呢 体感特别的清凉 特别的舒适 而且就算你出汗以后呢 它的塑效回甘功能呢 也十分的让你感觉 在夏季呢 会十分的凉爽 那我自己呢 也曾经迷恋过品牌 太阳眼镜 从Chanel Gucci到Prada呢 都曾经拥有过 不过自从去年 我开始接触到 胶下的太阳眼镜呢 就把我那些品牌 太阳眼镜呢 冷落了 那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胶下的太阳眼镜呢 它的自重呢 都很轻 所以你在长时间佩戴呀 在户外气候炎热 出汗的情况下呢 不会出现静体下滑 老是要向上推眼镜的 这种感觉 那第二呢 就是它的这个 眼镜的夹鼻梁的 它这个鼻拖的设计呢 特别巧妙 完全考虑到了 我们亚洲人 鼻翼比较宽的这个特点 所以你长久佩戴呢 由于它自重轻 设计巧妙 所以呢 不会在鼻梁两边呢 出现红印子 这种尴尬的现象 那第三呢 就是胶下的太阳眼镜呢 价格十分的合理 你可以买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颜色 来配不同的服装 那我还专门出了一集视频 讲解如何根据脸型 根据你的穿搭 来选择太阳眼镜 那我把链接呢 放在上面 给有兴趣的朋友 做一下参考 那今天视频中 要提到的呢 就是这一副 叫做Fit over的太阳眼镜 在上一集的眼镜专辑中呢 没有提到 那比如说 你跟我一样是近视眼 那么当你需要 戴一副太阳眼镜的时候呢 那这副Fit over的太阳眼镜呢 你看很轻松的就戴上去 那胶下所有的太阳镜呢 都有它的专利产品 都是可以折叠的 那折叠起来呢 携带起来十分的方便 而且它的镜片呢 都是有防反光 防反射 防紫外线的三重功能 那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 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一副呢 刚好已经卖光了 那么其他的款式呢 还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除了太阳帽以外 另外两个奖品呢 就是两副来自礁下的 最高价值达到 79美金的太阳眼镜 由品牌随机送出 我希望参加抽奖的朋友呢 别忘了在这一支视频下面 点赞留言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在一个星期以后 5月24号的晚上 公布四名中奖者的名单 两副太阳眼镜 两顶太阳帽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户外休闲穿搭 对你有启发 那我们下星期不见不散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